在英超联赛的转会窗口关闭之际,切尔西终于干了件大事,昔日转会市场金元攻势的佼佼者,这个夏天可谓是真正的憋屈至极,不仅引远买人上罚善可陈, 球队还常常被挖角,甚至都被巴萨和黄马两只西甲豪强,快要瓜分了整个中轴线,好在球队终于算是咬住了牙,虽然库尔图瓦最终还是离开了球队,但地竟还是收获到了转会费,总比让已经人在曹迎新在汉的比利时人明年自由转会离开球队强,而接下来神速般的拿下西班牙国门科帕,更像是对全世界宣言, 那个有钱任性的阿布又杀回来了,这个夏天英超算是和门将杠上了,在利物浦创造了历史最高门将转会记录,拿下罗马门神阿利森,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阿布就把这个记录给破了。 比尔巴尔竞技的门神科帕,虽然没有什么非常出彩的表现,但在西甲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。 面对巴萨黄马等强队,时也帮助球队少输了不少球,再加上还比较年轻,引进他来弥补库尔图瓦。 不离去,显然也是在合适不过了,8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也符合阿布的个性,不球最好,但球最贵,不仅在门将上压哨交易,在中场位置上,也有一位大将来到了斯坦福桥。 还是和黄马有关,在银河战舰已经被彻底边缘化,的克罗地亚金同科阿西奇租借加盟了球队,这位24岁救济世界杯亚军和欧冠军等荣誉一身的年轻小伙,在西甲始终没有打出自己的身价,但技术出众进攻防守都有着独岛之处且身体素质,也不含糊的克罗地亚人在英超火,需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。 毕竟在西甲过分讲究技术,他的脚下火比至莫德里奇·克罗斯等一众大师还欠点火候,但要是哥道英超的各位中场操哥身边,那可也是赫利基群的存在,心在技术里要主打攻势足球,他和弱日鸟,小法能否擦出火花,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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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